那你知道 哈佛的学生家长们 个个都是非富即贵 熟 熟 这就是人脉的建立啊 每个同窗之间的情仪 就意味着 出社会之后的隐形姿务 哎 那这样也太超前部署了吧 天底下每个父母 都想替孩子建立 未来的康庄大道 可是有时候 却会忘了要亮了有人 我想 你的应该也很为难吧 要在哈佛这样的环境之下 收拾自己的家境 他必须先过着心里那一关 是啊 那心里那一关 真的只有自己才能过 没错 而且不管事情都一样 其实直到现在 你脸上所有细微的表情 我都记得一切而出的 只是你真的是 我长这么大以来 伤我最深的人了 佳莉 我知道 你对我之前带给你的伤害 一直跟个于怀 所以 我想问 你心里的关 误了吗 既然你都问我了 那我就老实说吧 其实我也卡关了 我不知道怎么做选择 所以 就干脆放着吧 等到时间 让我想清楚再说 如果你认为我这样的行为 很不OK 那我也认 因为这一次我想自私一点 我真的不想要再受伤了 我只是个平凡人 只想要最简单的幸福 还有不离不弃的爱情 你 佳莉 其实 不管你做什么决定 我都会支持你 只是 我也想让你知道 从现在开始 我会对你不离不弃 我会一直等你 等到你接受我的那一天的意思 那 如果没有那一天呢 一定会有那一天的 我知道 是我犯错在这 但我会用我所有的力量 但我相信 你一定会回现场 你一定会回现场 你